I've been so caught up in my trap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And now I know I'm gonna sleep in my own 不插電演唱英文歌曲 艺人炎雅倫19號在台北 提前舉辦生日會 和數百名來自各地的粉絲一起慶祝 談到生日願望 炎雅倫官腔的表示 希望世界和平 近期因為針對台灣戲劇環境 提出多項批評的他 槓上電視台引發風波 炎雅倫坦言有人勸他不要這麼衝 很多時候其實在學習的過程中 大家都會說你不要講話這麼直 要委婉一點 但我發現很多人委婉 他們聽不懂 他真的是聽不懂 你聽不懂怎麼辦 就直接跟他講問題在哪裡 ABC在哪裡 然後我們其實講出這些話 不是來製造紛爭 而是來解決問題的 問題講出來之後 我們一起來解決它 而不是故意 也不是在那邊來來回回 會打口水戰 我們真的是要來解決問題 炎雅倫強調他一向忠於自己 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然而近期他對於電視台的 連番批評 也引發該電視台不滿 要求炎雅倫澄清道歉 否則將提告 對此言批表示 我如果怕的話 我當初就不會講 這是一個矛盾的事 所以我講了我就知道 因為我的出發點就是 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振作 要不然我講那麼多幹嘛 我也知道這些話 也許對一些我們跟電視台高層的友誼 也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但是就像我說的 有知有量有多聞 我一直都是用這個方式去對待 我身邊打拚的夥伴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而已